第八百六十二集 金翅大鹏 难道是 张凡只觉得呼吸有点急促 胸膛略微起伏 修仙数百年 见多了魔道残忍 妖兽争宁 眼前的一幕本不足为奇 可若是发生在 他法相宗前辈大圣的身上 那就令人不敢置信了 金翅大鹏 昆鹏大圣 那是他的分身 怎么会行此识人之事 若不是他 难道这灵仙界 还有第二只金翅大鹏不成吗 张凡深深的疑惑 这些日子在灵仙界所见 即便是那些上古十大妖王们 也和凡人和睦相处 将眼前这一幕 与孔雀明伦王唐仁 被小孩子一口吃掉做对比 将这满城麻木 与那些购买妖王年画 回家张贴对比 真不知何人是人 哪个是妖了 他皱起眉头 向身边的老教花子问道 神君 这金翅大鹏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某一路行来 还不曾见此恶行的妖王呢 浮魔神君在一旁喘着粗气 恨声说道 东皇有所不知 这大鹏王与其余的上古妖王不同 十五万年前 由智狼王和玄武王发起 孔雀明伦王支持 上古妖王们接受人族供奉 庇护凡人无数 不再以人为血时 反而在人族中发展势力 当其时 无论信服与否 一众上古妖王都只能尽数响应 我灵仙界凡人 虽不须再受妖王屠戮 要是说起来 也算是功德无量了 浮魔神君略有不甘地说着 在他看来 行此事者是妖王自发 而不是人先强迫 未免未到就不对了 不过他终究是正人 还是不会贬低于人 而是不无赞叹 这些妖王当中 大鹏王的确是一个异类 据说这大鹏王 在上古之时 曾经因为一事 与孔雀王等上古妖王反目 再不来往 而且拒不受妖王之令 就是孔雀明伦王 也约束他不得 金翅大鹏 朕翅亦飞 扶摇万里 其宿惯绝于内 修为也是惊世骇俗 一众妖王虽然愤怒 却也不曾大动干戈 灵仙界 虽有此妖王异类存在 说到这里 伏魔神君 好像也是疑惑不解 语气当中 都显出了几分迟疑 一开始 这大鹏王 对治下的凡人甚好 虽然没有加入妖王联盟 却做得更胜于他们 你看 此城里数万年风霜 游子屹立不倒 庇护凡人不受天灾 这乃是大鹏王当年 亲自振翅亿万里 采集绝佳的食材 亲自以大法力所塑成的 如此作为 当时的妖王 还有人仙 没有一个人能有此心 老叫花子那个时候 还想着和这妖王 结交一番呢 因为事耽搁了 不曾成行 侯有闻 这大鹏王性自 突然变得孤僻 不与妖王人先往来 虽吸了此念 可是不曾想 这数百年来 偶然就可以听闻 这大鹏王 以凡人作为血食之说 一开始老叫花子没有采信 没想到 这传言越来越多 这次老叫花子 我抽出空来一看 竟是真是如此 如此妖魔 老叫花子 岂能让他留在世上 浮魔神君的气势 随着他句句道来 节节攀升 一股浩然冲天之气 冲散了浓郁的妖气 让一缕阳光穿过 洒在了古城之上 请东皇 为我掠阵 看老叫花子我 除此妖魔 声音传出 浮魔神君头也不回 就带出手 掐在这个时候 一只手掌 搭在他的肩膀上 气息不由地为之一致 东皇你 浮魔神君恶然回首 见得那阻止他的 正是张凡 不由地一问出声 张凡缓缓收回首来 凝望着妖气 渐渐弥漫开来 重新堵住了缺口 挡住了阳光的景象 皱眉说道 神君且慢 让张某 先入城一行 东皇 你这是何意啊 浮魔神君不解地问道 他虽然和张凡 言谈甚欢 然而 其为人甚正 张凡若是没有 说得出口的理由 想要让他退让 也是千难万难的 城中的大鹏王 或许是张某 要寻找的一个宗门故人 张凡并没有 多加解释什么 只是一边淡淡地说着 一边踏步而出 虚空灵度 步步走向 那妖气弥漫的古城 宗门故人 浮魔神君的眉头一皱 法相宗在灵仙界中 向来没有势力 也不曾听闻 这个大鹏王 与法相宗有什么关系 如何会在这个时候 冒出一个故人呢 张某 为法相宗弟子 受到宗门所托 自当前往一物啊 声音传来之时 张凡的身影 已是近于古城了 神君稍安勿躁 不妨坐等 若是此人真是我宗门故人 张某自由交代 话一落下 张凡的身影 已经消失在了古城之中 朦胧的妖气之内 再不得见 浮魔神君沉吟了一下 还是一声叹息 收敛了周身的气息 盘膝而坐 摇头苦笑 哎 早知道 就不带着东皇前来 希望他严刑合一 莫要让老教花子为难啊 张凡是何等实力 大鹏王兄名数万年 两个人若是真是合力 浮魔神君自认不是对手 浮魔不成 反被俘也不足为奇 然而 此前数日交谈 还是让浮魔神君 对张凡有着一定的信任和好感 终究还是选择了 在原地等候 在他苦笑坐等的时候 张凡神色沉宁 漫步于古城之中 游走于麻木人群之间 所有的人 却都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仿佛压根 就不曾注意到他的存在一般 昆鹏大圣 是你吗 大鹏王 你如果真是我法相宗大圣 又如何会弱得这般的地步 以人作为血食 动则吞噬于谦 腰尚且不为 旷乎为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张凡的心中 猪般疑问萦绕 脚步却不曾半点停歇 循着妖气感应 向着城中 一个偏僻处行去 斩茶功夫过去 他豁然止步 已是立身于 一处狭窄 肮脏的小巷子当中 这巷子所近房屋低矮 非是青石 而是茅草搭成 与古城中一体成就的宅院 大相径庭 想来 是那大鹏王建成之后 人口见多 定基于此的凡人 自行搭建的 在这座屹立数万年的 古城当中 这里无异于贫民窟了 止步此处 张凡的眼中神光忽然暴涨 凝瘀在一个地方 一个老人的身上 低矮的茅屋 肮脏的漏像 一个堪称奇形怪状的老者 还有他周围聚拢的 数十个脏兮兮的孩子 吸引住了张凡的目光 那个老人蓬头垢灭 一头苍白的乱发 不知多少年没有惊喜过 纠结在一起 恍若泥地里的麻绳 他的脸上堆满了皱纹 犹如黄土地上 军裂出的深深沟壑 其中填满了污垢 看上去朦胧而模糊 完全看不出相貌 这个老人穿着怎样 身躯如何 完全无法见得 因为他整个人都蜷缩在一个 半人高低的瓮里 只有脑袋和两个胳膊露在外面 单单这坐困瓮中的一场举动 就足够吸引人的视线了 黄论这个老人此时正在做的事情 他伸出两条枯瘦的手臂 正艰难地从瓮边堆积的陶土中 捏去出一块块 在手中揉捏着 成为一个个泥塑 周围聚拢的孩童眼巴巴望着 也就是这些慢慢成形的泥塑雕像 张凡的目光转动 很快就凝结在了这些泥塑之上 这些泥塑并非人形 而是一只只奇形怪状的兽类 这是 这些孩童或许只是图个热闹 求个好玩 并不明白这些泥塑到底是什么 可是落在张凡的眼中 顿时就不一样了 麒麟 白泽 囚龙 穷奇 朱雀 混沌 陶铁 一一辨认 一个个泰骨之石掀起过滔天巨浪的名字 从张凡的口中吐出 他们多为泰骨妖神的本体 至不计也是强绝一时的泰骨神兽一流 张凡将这些昔日泰骨强大妖兽辨认出来 并不为难 这个瓮中老人也并不是随意想象着柔捏 他捏合而成的这些泰骨妖兽都带着先天的神韵 望之直死时光倒转回太古时 亲眼见到他们翻天覆地一般 如此手段 和张凡与孔雀明伦王开玩笑时 所捏的唐人相差仿佛 甚至 有有甚至 至少从这些泥塑上看 瓮中老人对这些泰骨妖兽的洞察 就远在张凡对上古妖王们的了解之上 在张凡沉思的时候 那一众孩童也不曾喧闹 一个个压抑着心中的渴望 静静地看着瓮中老人在肃泥 一直到瓮中老人尝出了一口气 停下手来的时候 方才七七欢呼出声 蜂拥而上 各强其一在手 七十一个 在被那些孩童哄抢之前 张凡目光一扫 便将那些泥塑尽收眼底 其目光顿时让他的眼中闪过了一抹异色 果然是你 昆鹏大赦 手捏太古妖兽 呈七十有一 少其一而呈地煞之术 之中更是独缺者 大妖昆鹏 若是还不明白 此人便是法相宗 上古七十二化神之一的 昆鹏大盛 那真是有眼无珠了 那些围住瓮中老人的小孩们 并没有在轰抢到泥塑之后 就一轰而散 而是早就习惯了似的 一个个排着队 攥着抢到的泥塑 走到了瓮中老人的面前 那个瓮中老人 手上动作不停 以放置在瓮边的草绳 编制成的一条条项圈一般的东西 将泥塑穿好 悬置于孩子们的脖颈之上 还不住慈祥地叮咛道 娃儿 不要忘了挂 坏了 再来找爷爷药啊 每一个孩童 瓮中老人都仔细地叮咛一次 同样的话语 重复了整整七十一遍 他却不觉得烦 依旧说得一丝不苟 那些孩子不过是贫民窟中长大的 好一点的 还有父母照顾 差一点的 小小年纪 就得自己谋生 多半没有太多的教养 往往连蟹都不说一声 扭头便跑 也不知道 瓮中老人的叮咛 有没有听在耳中 即便是如此 那个瓮中老人 仍是不厌其烦地叮嘱着 慈祥地笑着 望着孩子们一个个开心地 把玩着脖子上的泥塑 飞奔式地离开玩耍 他这幅慈祥的笑容 在面对孩子们时始终不变 唯有一次 一个成年人 寻找自家孩子来到这 他的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 如暴雨前的阴霾 让那个本来 还想打声招呼的成年人 生生地 把道口的话咽了回去 姗姗然地退走 不过片刻的功夫 随着孩子们心满意足地散去 本来还显得有点拥堵的露像之内 除去瓮中之人和张凡就再无其他了 这个时候 那个瓮中老人 仿佛没有察觉到张凡的存在一般 整个人放松了下来 斜斜地靠在瓮壁上 扬起头 目无焦距地望着天空 由于妖气笼罩 古城中年阴霾 也就是这日上中天的短短时刻 有稀薄的阳光 勉强透过妖气来穿进来 洒入古城之内 这个瓮中老者所在的地方 想来也不是随意悬去的 正是附近露像 左右没有遮蔽 能够充分享受到阳光的所在 瓮中老人可能是太过疲倦了 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双臂架在瓮口之上 就这么仰天晒着太阳 似乎陷入沉睡当中 一动不动 少请 一片阴影 忽然间瓮中老人 连同身下的大瓮一起笼罩了 本来就稀薄的阳光 彻底被阻挡 那阴影投在地上 爬上了漏向墙壁 成为一个拉长的人形 瓮中老人皱了皱眉头 六位张开沾满会晤的眼皮 瞥了一眼 随即又无力地闭上 含含糊糊地说道 不 不要挡了我的阳光啊 声音模糊而低弱 耳朵稍稍差一点的 怕是只能听到嘟囔声 听不得真切的字眼 堂堂大鹏王 怎么成了瓮中的老人呢 伴随着一声叹息 张凡的声音回响在漏响之中 其本人更是站在 瓮中老人的面前 离身此处 一股恶臭扑鼻 似是堆积在肥料当中 又似如某种东西在腐烂着 让人忍不住 想要掩鼻而逃 此前那些孩童 要不是自小 就在平民居 居住长大 早就见惯了肮脏 适应了恶臭 怕是难以忍受 这种味道来等待着泥塑 对此 张凡的神色 却没有半点的变化 只是淡淡地 举高临下地望着 那个瓮中老人的动作 因为他的话而凝质了 好半上 瓮中老人的眼皮颤动了一下 旋即归于了平静 只是有气无力的声音 从颤抖的嘴唇当中喘出 这这里没有什么大鹏王 小麻雀的 只有瓮中老人 你不要妨害我晒太阳 挡住你阳光的 妨碍你晒太阳的 可不是我 话音未落 轰的一声 正上方腰云洞穿出一个硕大的祸口 郁闷了两久不得其门而入的阳光 尽情挥洒下来 将瓮中老人 通体染成了金色 毫无征兆的 在阳光临身的同时 那瓮中老人尖叫一声 周身上下又丝丝白气冒出 就仿佛一下子 被炽热的阳光烤熟了一半 原来你 已经晒不得太阳了 可能是吃人吃多了 力气缠身排解不得 冤魂不散 纠缠不休吗 张凡摇了摇头 略带怜悯地继续说道 若是心中认为所为无差不错 力气自然不会存在 冤魂当即消散 那野兽识人也多 妖兽祸害无穷 妖王肆虐人间 也不曾见过他们惧怕阳光如此 大鹏王 你心中为何矛盾 既以为非 又为什么做呢 张凡的字字句句 伴随着那炽热的阳光 结似锋利的刀子 一把把地在瓮中老人的心中宰割着 他终于忍受不住 狂吼出声 着口 与此同时 瓮中老人豁然抬起头来 直视着张凡 在他吼叫抬头的时候 天上妖气汹涌 汇聚而成的乌云将裂开的窝口 遮挡得严严实实 随着那妖气的弥漫 瓮中老人的身上也有丝丝黑气冒出 那豁然睁开的双眼之中 更是一片血红 如有血海在其中翻腾 大瓮也剧烈地颤动了起来 那瓮中老人的身躯 似在瓮中膨胀 随时可能将其撑爆开来 淡淡的嗜血气息 在漏像中弥漫着 渐渐转浓 张某说的可有错处 大鹏王 你不妨给我指出来 我让你住口 王中老人的声音陡然变得尖利 仿佛应急长空之时 那划破风云时的刺耳 他的双眼愈发的血红 与分寸不让的张凡对视着 一身气势不住地攀登 更有浓郁的妖气充斥着漏像 恰在此时 一个稚嫩的声音带着铺腔 从巷外传了进来 老爷爷 老爷爷 伴随着这个声音 还有扑通的响动 听在耳中 几乎可以还原出 一个小小的人 飞奔而来 一时脚下不慎 扑倒在地的景象 呼腔欲重 声音已经到了巷口 我 翁中老人张了张口 却没有声音传来 一身与责人而事的凶器 也为之一宁 旋即像潮水般退去 他望了望巷口 又看了看张凡 一只枯瘦漆黑的手臂抬起 又放下 有死犹豫不决一般 张凡见状摇了摇头 叹息一声 退开了两步 沉默不语 翁中老人见状一喜 冲着他点了点头 接着对巷口外说道 娃儿 小心点 慢着点 声音温柔而慈响 关切溢于言表 在他说话的同时 那充斥漏向的妖气 如惊吞一般 被他在一呼一息间 吸纳了个干净 当那哭喊着的孩童 飞奔进入巷子中时 周遭已是恢复了原本的模样